大家好, 歡迎來到Tai Tony 頻道 今集我不會和大家說不一樣的泰國旅行 因為有些影片我很執著, 要做到漂亮一漂亮, 顏色又調整過才出片 所以我暫時這一排還有兩個賽馬天 大家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歐雜綿前騎士就是我了 最近都會講一下馬匹的, 還有兩個賽馬天, 所以明天就是跑馬了 我也想出一條片講一下賽馬, 明天就是今天, 因為現在我是差不多3點多錄的這條片 先講一下吧, 別說那麼多了 其實我本身都蠻喜歡看新馬, 因為新馬頭兩三場就可以賣 因為曝光之後沒有賠率, 很好玩的了 所以我明天就是想講第一場, 跑1200米的田草那一場 我先講第一號吧, 今天閃聖輝王這隻馬呢 有一場就跑1000的, 他贏1000的那一場馬都是水盡一般 因為他都是一隻前領的一隻軍速馬, 我看他大多數都是普通的四班馬 但是明天呢, 他形勢有個一檔, 贏就我覺得他贏不了 那批可能有的, 但是呢, 聽到後面大家會知道有些, 我會看好一些後上上來蓋過他們的馬的 那大家先看下去吧, 第二號就是蔣金大少, 蔣金大少他上兩場呢, 跑1200米, 我看他這隻馬都要練一下氣 未來應該是跑到1400至1600米的這隻馬, 但是最近呢, 希威森呢, 很緊張一手一腳不斷 試一貨集, 6月18號那貨集, 都漂亮的, 都漂亮的 這隻馬都是屬於前置的馬, 而且他的時間其實都不是很快 但是我會選擇他是做腳的, 這隻馬 第三號呢, 就家應掌聲 這隻馬呢, 整隻馬來講, 他就秤高一點點 因為他上一場一千, 贏那一場都是很輕鬆的 第二段已經跑到2005 沒段都跑到22秒13 還有那場呢, 紅海風範在前面 開到行一行, 打邊打到飛起 那隻家應掌聲呢, 才慢慢對下對下 逐步逐步才加速, 一推一打邊 那就過了那隻紅海風範了, 所以贏得輕鬆 可想而知這隻馬, 如果請分數, 請馬來說 這隻馬就在這堆馬之中是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大家看看這一堆馬, 其實都不是很出眾的馬 都是那些四班的水兵鬥海兵, 海兵鬥水兵那些的馬 比較看好是這隻三號的家應掌聲 我覺得這隻馬可以做膽的 第四號, 第四號, 那隻就叫做最佳拍檔 那他有一場就跑一千, 路程太短了 我覺得他, 再看回他試集 6月29號, 那貨集末段呢, 那隻腳好像有些問題 那騎士在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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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看他這個路程也不太適合他 而且這隻馬好像還未可以 所以我簡直是打了靠叉, 不要他 好了, 看到第五號, 這隻就要留意一下了 好勁力啊, 好勁力啊 好勁力這隻馬呢, 是中後上的馬 剛才也說了, 今場我覺得是會 後面的馬湧上來, 是會著數的 他有一場跑一千二, 都很合適他這個路程 真的這隻馬要留意的 還有6月27號, 試歌貨集, 有走勢的 這隻馬簡直是要的 還有班德禮, 未放過手的 都是這樣粗的 還有一場, 他那一場千二米呢 5月28號那一場, 沒端都跑22秒79 那其實這隻馬呢, 我想他會留在中間位 那拉士衝上來, 爆一段, 都會近這隻馬 是穩陣的腳, 我覺得是 穩陣的腳, 大家記住, 這隻很勁力啊 好了, 第六號, 富喜來 這個名字也很棒, 富喜來 6月23號呢, 試貨集是不漂亮的 那一貨千二集 但是這隻馬呢, 開閘呢, 是有少少怕的 因為我看了他, 有兩場都是這樣 而慢閘 因為我們做過騎士, 知道開閘那一刻 是啵一聲很大聲的 那些馬一啵一聲, 不是飆出去, 就會怕一怕 有時抖一抖, 抖一抖, 出閘就會慢 那所以, 怕他這隻馬呢, 經常都會出不到一個快閘 是的, 都會在後面 還有, 明天他跑第十磅 我都怕他在, 要不就留後 要不就在兩三疊外面 因為他不蝕著, 蝕著這樣走 那個彎, 千二米都很窄 但是他呢, 有一場千二米呢 都是5月28號那一場, 追著一隻很勁力去衝上來 那一段都是, 他跑了一段呢, 末段都有22秒, 五四的 明天這個形勢, 我經常覺得呢 是後面那些馬湧上來都會有好處 那其實找腳呢, 我都會找到這一隻的 那麼, 扶起來, 大家看看 到時看看臨場漂亮不漂亮, 或者賠率怎樣 是的, 第七號就是管支柚 管支柚呢, 他是經常都慢閘的 還有, 他試了貨6月30號那貨閘 其實都蠻好的, 那這隻馬呢, 進步得都蠻快的 還有這個千二米, 我覺得都 嗯, 看多一場先這隻馬 是的, 好了, 第八號, 電子精彩呢 這隻馬都是比較生一點 我們行內人呢, 經常說, 這隻馬還是生一點 即是在陣上度呢, 未夠集中啊, 很多Kalikwala的東西 所以會影響啊, 因為馬是一隻動物 他都會是, 想這樣, 看這樣, 又用耳仔去聽一下 又嗓一下旁邊那些馬, 令到他會跑得慢一點 或者是腳法會不太純暢 所以這隻馬比較生一點 所以我還是看到他一場先 第九號, 耀寶區 其實這隻馬呢, 一向都是田泰安 一手一腳去操啊, 還有跑賣啊 我看他呢, 有一場呢, 田草的A跑道 有12002米, 試了前速也有的 那麼, 沒段那一場就有輸啦, 沒什麼啦 但是, 沒段那一場就不是真的出盡力去騎的 但是, 隻馬都是看下去, 看下去是差一點的 還要用在這個, 左手的反手邊 打下去也沒什麼力 左搭, 右搭薑城, 再撞上隻馬 然後, 再撞上右手邊, 正手邊去發下去 那隻馬明顯又撕一撕少少, 就收薑了 那場就收薑了 明顯呢, 他們都是在試這隻馬的性能 再跑多一場呢, 有一場是1000的草地 沙田的, 真是大邊大邊的撞下去了 用腳正手邊 那隻馬呢, 有少少少充勢的少少 但是, 照我看這場馬呢, 它也未必得的 但是, 我覺得, 要等下場啦 但是, 現在都季尾了 下場, 我想不出就要等到下季啦 我會選擇看多一場 因為, 其實這隻馬都OK的 但是, 我嫌它真的1200米, 還未夠銳 可能, 再加多些操練 下一場, 或者, 下一季出賽呢 大家都要看一看 因為, 我覺得, 下一季出賽的一場, 就要買的啦 希望, 我沒有看錯啦 不然, 這場走出來, 就大鑊啦 那就不好意思啦 但是, 我覺得, 這一場都未動手 大家記住, 這隻姚寶區先啦 好了, 10號, 紅海飛帆啦 上一場, 跑那一千, 它就放在前面 緊隨後面, 第二位, 就是那隻家應掌聲 它當然不夠這隻家應掌聲跑啦 沒段, 它都開到22秒35 時間都幾快的 輸給這隻家應掌聲, 沒辦法啦 可想而知, 紅海飛帆呢 它都是一隻前置馬 放在前面, 放下放下回來的 明天呢, 千二米, 它都有這樣的氣量 所以, 腳呢, 我都會拖牠的 好了, 11號, 快馬加變 這隻馬呢, 其實不錯的 但是, 我會選擇看多它一場先 看一看它什麼 不行的馬, 我都免得說這麼多 第12號, 電信龍區 所以, 完全是沒有方式跑的 這隻馬, 沒方式跑 這隻馬, 現在短途 一千, 一千, 一千二好像都不太好 放一些位置又不知道放頭好 還是放中、尾 提多一點它的性能 大致上就是這樣 選了哪幾隻呢 三膽, 家應之聲 拖這隻, 2號, 獎金大嘯 5號, 好勁力 再選多一隻 因為, 其實呢, 我不選六號 因為六號, 富起來, 其實都好的 我也喜歡的 但又好像好飯本, 選多一隻 那就篩選了它走 因為, 它是後上的 後上, 但它這個充實的 那個靈禮呢, 都未夠 如果是, 就飛了這一隻 那就選了一隻十號 紅海飛凡, 都是拖起來的 因為, 都比較主動性少少少 還有, 當又好 上次的時間都漂亮的 所以, 都是 都是這幾隻 三膽, 拖這個 2號, 5號, 10號 未必是贏中的 但, 起碼我是用 騎士的角度 去計算一場賽馬 看看大家, 可不可以 在季尾這兩天 玩一下, 賺回一些 旅行錢, 因為就快七月了 那七月呢, 我們其實呢 我也搞了一個 泰國的騎馬體驗團 已經成了團的了 這次有十多人去的 到時都會拍照, 拍片 回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呢, 在香港呢 很少人可以接觸到那些馬 有地方騎馬, 但不多 還有, 那些地方又小 還有, 有些又要排隊啊 又要入會啊 這件事是很健康的一個運動 香港政府是沒有去支持這件事 其實國家呢, 現在都很支持這個 騎術的運動 但是, 唯獨是香港沒有 在外國, 甚至在泰國 都很多人支持 還有, 玩這件事 特別是很多女生去保持 騎馬, 真是騎出你的腰 因為經常用力, 有馬甲線就是這樣 馬都是有馬甲線的 那所以呢, 其實我也是帶些團友去看一下 那些馬, 解釋一隻馬是怎樣的結構 加上會教他們一個 基本的騎術課程 那香港, 你知道的啦 學馬, 有時教你整個月才學到的東西 我將它濃縮版一個月的東西 我可以兩天那裡教你們 甚至乎是深過他們已經說 一個月教你們的東西 所以, 其實是跟著 泰通尼, 非常值得玩的 這個團, 加上去完騎馬之後 再帶大家回曼谷 玩一個不一樣的曼谷 都很棒啊 所以大家都記住 下一團, 我可能會八月再出一團 希望大家到時踴躍參加啦 好了, 節目尾聲 我呢, 就會給大家一場馬 給大家玩一下 第四場, 有一隻馬 我特別喜歡 好有感覺啊 就是第四場的五號 背背龍 因為這隻馬, 我覺得它 有點質的 這隻馬, 有些質素 最後跳那兩貨 都是拍跳的 還要偉達找到一隻馬, 拍跳 今天背背龍在內蘭 遮住兩貨, 不讓你看到 這些馬, 神神秘秘秘 修修賣賣 還有偉達呢, 其實現在跑馬呢 他都是玩一些科技的 跑馬現在是開始進入科技的狀態 很多東西都靠科技去刺一隻馬 以前的賽馬, 練馬的方式又落後了 世界變馬的操練都跟著 步伐去開始變和進步 阿偉達呢, 以前是一個冠軍騎士 還有這些一定是釋馬的 那所以呢, 他都很厲害 其實用很多配件 譬如配件我們是說 頭套啊, 耳套啊 眼罩啊, 眼包啊, 防沙眼罩啊 半眼罩啊, 鼻窟啊, 交叉鼻窟啊 等等這些東西 這些的加加麻麻其實可以幫助 一場賽事裏面的一隻馬 那其實這些東西呢, 將來我都可以說一下 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知道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因為這一樣東西呢 可以令到這隻馬跑得快些 亦都可以令到這隻馬 可以跑得慢些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言 問一下我, 或者想我拍一條片 專講這些馬配件的東西都可以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這個頻道 或者受歡迎 我或者開多個頻道 專講賽馬的 貼士啊, 或者分享一下以前的 騎士的生活啊 賽馬在陣上 那分多鐘, 其實發生什麼事啊 都可以分享一下 這樣吧 這條片說了那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那如果喜歡我這條片呢 大家又記得follow我youtube 按下右下角的鈴鐺 按下全部, 一出新片就收到通知了 那接下來呢 我都會不定時都會出這個 不一樣的泰國旅行片 加上這一兩日 出了這條片 還有一個賽馬, 我看看可不可以 再給大家多一場馬 大家去玩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 聽我說一下馬 給一些提示啊 那麼多留言給我 對了, 如果贏了, 記得請我喝茶 好了, 祝大家贏多些 今集說到那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看通年沒有格仔 靠本級, 拜拜 拜拜